此夫为福过宋徒 乃周晋王二十六年 卢埃公元年 西元前四九四年 孔子年五十八岁 孔子离开宋国往镇国去 路途中与弟子们失散了 孔子独自站立在东郭门等待 形状狼狈 引来行人注目 途中右方乃子贡与诸弟子们 到处向路人打听 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 有一郑国人告诉子贡说 东郭城门有一人 额头像窑王 颈项像高窑 双肩像直产 致腰以下 身长较大于擦三寸 皮类的样子 好像商家之狗 大概就是你的老师吧 后来子贡转告老师这段话 孔子笑说 这人所说的形状不见得真实 而所谓是商家之狗 却颇相像 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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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